队长 其实我喜欢你挺久的了 从咱们俩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开始惦记你 你 你是不是喜欢我 你要是喜欢我的话 咱们俩就接了吧 我这人 也没有什么划划肠子 要是跟你接了的话 这辈子就是你了 你要是不要 反正我也不会喜欢上别人 对不起你 你 忽然学得很会说话了 我一直都 都会就是对于你 行了 懂了 好吧 我答应你 我平时不在北京 常在齐宁 一有假期我就回去看你 知道了 我工作其实挺危险的 你是分手还是求婚啊 说这些废话 求婚啊 结果都告诉你了 还婆婆妈妈的 我假期 等我有空了 去清津看你 还有事吗 我开会了 没了 没了 晚上打给你了 拜拜 再见 怎么了 被客户买了 一个朋友 吵架了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吵架了 和我求婚 我答应了 太冲动了 我没经验 男朋友 没表白的暧昧对象 直接求婚了 只是没有勇敢啊 你答应了 了解清楚了没有啊 暧昧对象 还不是男朋友 答应了 你俩拉过手没有啊 或者更深入的 爬山的时候拉过 再深入的没了 老板 你想清楚了 老板 你想清楚了 不知道我心里乱了 还开会吗 给我一分钟 你先去准备 我换一下 行 别拒绝了 应该的 让你去表个白 你夸夸夸上去 把婚都求了 把人吓跑了吧 他答应了 答应了 可以啊你 你小子听我魅力啊 不是 你说他能不能跟我 开玩笑的 他不是那种人 我 我知道他不是那样 我没质疑他的人品 我是说我 要换成我的话 我都不答应 惊喜太大 让他冷静冷静 对 这边喜事 让你幸福幸福 不是 秦队 你要是还把人家 反悔的话 你再追个电话过去 确认一下呗 对啊 对啊 不是 人家开会 不打扰人工作吗 你这客气得像普通朋友啊 这能让你求婚成功 车回来的嫂子 是个狠人 唐安啊 确实挺狠的 杀罚决断 一点都不喊糊 那就 恭喜你 小伙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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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该去买个戒指 还是买一对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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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 要要 这帮小子 小周 到 楼下 最近的超市 买一套红包 红包 大喜的日子 当然要付红包 不对 现在的微信转账了 结婚的红包 有转账的吗 没归去 行了 我地盘 你别摆谱了啊 高海 去 给钱大队长 买容量最大的红包过来 是 红包买过来 你 你有现金吗 买来你就知道了 你这不还是转账的吗 你这不还是转账的吗 你看看数字 八千七百二十六 还有零又整的 这是你们秦队长 在齐宁特警大队工作的数字 八年七个月二十六天 也是我们认识的铁书 小子记那么清楚干吗 我是你队长